你敢信我穿越到斗罗世界绑定神级拍卖系统 99级超级斗罗给我当小弟 大名二名被我抓来看到 魂骨 魂环 武魂 仙草 功法 神尉等等 世间万物皆可拍 检测到宿主神级拍卖系统正在绑定中 那你 系统 难不成我真的像玄幻小说一样 穿越到了另一个世界 恭喜宿主成功绑定本系统 检测到斗罗大陆世界系统资料匹配中 这 我竟然穿越到了斗罗大陆 系统 我连一点实力都没有 就算一只十年魂兽 我恐怕都不是对手 举行拍卖和找死有什么区别呢 再说 我也没有东西可以进行拍卖啊 鉴于宿主目前的困境 特赠送豪华新手大礼包一份 前人成不起我 果然有新手大礼包的存在 系统 打开豪华新手大礼包 奖励宿主新斗拍卖格一座 拍卖是一位 拍卖格护法一位 系统 剧本不是这样的呀 我的武魂呢 宿主体内并没有武魂的存在 只要宿主完成了一场拍卖 将会获得预测 同大礼包 罢了 先看看大礼包里的几样东西是什么吧 拍卖是 全双 95级强攻系封号斗罗 武魂 极致冰元素 新斗拍卖格护法 九优 99级强攻系极限斗罗 武魂 幽名之龙 拜见阁主 系统 你对我真是太好了 要知道如今斗罗大陆的极限斗罗强者 仅仅只有三位 不错 这倒是个好地方 系统 将新斗拍卖格就放在此地 不错 不会是系统的手段 令人匪夷所思 玄霜 从今以后 拍卖事宜就由你来负责了 至于九优 你以后就跟在我的身边 保护我的安全 二鸣 你也察觉到了吗 没错 一股非常强大的气息 难不成人类魂师又在谋划什么东西 没有想到人类魂师竟然贼心不死 敢派封好斗罗级别的强者来星斗大森林 今日叫他们有来无回 阁主 有两只十万年魂兽的气息 朝着我们方向前来 要不要我出手 将他们解决掉 两只十万年魂兽 看来是大名二名了 有两只十万年魂兽看门 那星斗拍卖阁的鸣声 算是彻底的打了出去 先不着急杀他们 将他们请来此地 我自有安排 人类魂师 那里是你建造的吗 此乃星斗拍卖阁所在之 今日你们两只十万年魂兽 找了我们阁主的情形 奉命前来 将你们两兽捉拿住 交给我们阁主发挪 这是你预计 你居然能够操控天地之力 怎么可能 二鸣 快离开这里 我们不是他的对手 想在我的手下逃跑 简直就是痴人说梦 恶 别白费力气了 跟我去见阁主 人类魂师 你究竟想干什么 你这话可有意思 貌似是你们两兽 先来找我们星斗拍卖阁的麻烦 结果你们实力不济 才导致这样的后果 成为阶下球了 有本事你放开我 想让我放过你 也不是不可以 你们只需要答应我 一个条件即可 什么条件 也不是很难 只需要你们两兽 以后帮我们星斗拍卖阁看大门 你修想 是可杀 不可辱 我们魂兽一族纵然生死 也不会答应你的这个条件 既然如此 九优这两兽就交给你 无论用什么手段 我只想要一个好的结果 这是带着我们答应你的条件 交出你们手中收藏的珍宝 你们脑海里的想法 我可是一清二楚 记住 我要你们收藏的全部东西 如果我发现你们私藏的话 后果你们懂 是 各种 你感谢 我超越到斗罗事件 绑定神级开卖系统 99级超级斗罗 有能想定 大名二名被我抓来看到 魂骨 魂环 武魂 天草 功法 神卫等等 世间万物皆可派 你们拿来的这些宝贝 我很满意 放心 五年之后 我会还你们自由 希望你说话算话 是时候开始准备第一场拍卖 走呦 你帮我写几份邀请信 第一付到斗罗大陆顶尖的势力之中 一个月后 星斗拍卖阁将会举行拍卖 还望个势力前来一关 什么人 敢擅闯叫黄变 邀请还一送他 请按时参加星斗拍卖阁 一个月后举行的拍卖活 举斗罗 举斗罗 拦住他 想想来就来想走就走 也太不把我们武魂店 放在眼里了吧 拦下 还请诸位 顿时参加拍卖活 那个 教皇免下 还追吗 如果你们不怕死 想追就去追 你们两人有没有看出 那名神秘强者的路数 究竟来自哪方势力 诸诸 根据刚才那个人 释放出来的强悍气息 他的魂力等级至少是98级 甚至有可能是极限斗罗 能够派出正一位 一次极限斗罗的强者 来到武魂店送信 看来星斗拍卖阁的主人 也不简单呀 教皇免下 一个月后 我们武魂店 是否要去星斗拍卖阁 举行的拍卖会呢 去 为什么不去呢 一个月后 星斗拍卖阁 举行拍卖会 欢迎七宝琉璃宗的各位 前来参加 什么人 出了一战 剑叔 你没事 斗罗大陆中 竟然还存在着 另一位未知的 极限斗罗强者 而且他的魂力气息 暴死并不属于 浩天宗及武魂店 风指 那我们一个月后 是否要前往星斗拍卖阁 参加拍卖会呢 却刚才那名神秘强者 并没有对我们动杀心 星斗拍卖阁 对于我们七宝琉璃宗来说 并不是敌对关系 此时 斗罗大陆各势力 都在重复着此场景 启禀阁中 所有的邀请信 已经成功送了 只需要等待 半月后的拍卖会 开启集合 果然 极限斗罗的效率就是高 感受着 两只十万名回首的气息 比比东三人的心情 久久不能停息 并让星斗大森林的 两大霸主看大门 此拍卖阁背景不简单 电机形势 不得莽撞 在星斗拍卖阁内 任何人不得出现斗争 一经发现 既然所有人已经到齐 现在我宣布 拍卖会开始 第一件拍品 生命之石 想必你们已经感知到了 这块石头中 蕴含的惊人生命之力 只要你拥有了 这块生命之石 即便受了再重的伤势 也会在短时间内 快速痊愈 而且不会留下任何的暗伤 起拍价 一百万斤魂币 这么贵 就这么一块普通的石头 说来也可怜 以我如今的身价 竟然还不抵一块石头 没想到一个 小小的星斗派麦哥 居然蕴含 如此珍贵的生命之宝 看来这一次 我算是来对了 不好意思了各位 这块生命之石 就有我小娜了 这么回事缝好流浪 原本我仅仅以为他 自私一个简单的陪 怎么样 你们两人能看出什么名堂吗 不知道 这一切发生的事情 实在是太短了 并没有注意到 那名女子是放出来的 好了 刚才只是一个小插曲 现在拍卖会继续 经过激烈的绝读 最终七宝琉璃宗 以四百万金魂币拿下 第二件拍品 名为九星玄草 这株仙草 可以大幅度提升自身的精神力 众所周知 魂狮如果想要提升至 更高的魂力等级 甚至有一部分的魂斗罗强者 正是因为精神力不够强大 才久久没有办法 突破到封号斗罗境界 同时 你服用了这株九星玄草 便可以月级吸收 更高年限的魂环 起拍价格 五百万金魂币 教皇免下 这绝对是新品草药 我的奇荣通天菊 能感觉到 这株九星玄草真是功效 绝对可以大幅度提升精神力 拿下这株九星玄草 封止意想突破 七十九级的五魂加索 只有一个办法 那就是精神力 正好这株九星玄草 还是提升精神力的质保 非常适合你 争取将这株九星玄草 拍卖下来 恐怕这一场拍卖会不顺利 其余的几大势力 应该不会轻易放手 再告诉你们的功效 不用九星玄草 必定提升自身的魂力 一之二级 一千万金魂币 来的吧 王龙杀作 他们请在一出搜咯 两千万金魂币 五千万金魂币 好一个预言队 没有想到 米兰殿大王龙加索 这次竟然带来了 这么多的精魂币 我们这次带来 多少精魂币 只有八千万 放弃这株九星玄草 等这场开卖会结束后 应该两人 前往一趟 蓝电霸王龙家族 这剑书 我们还继续 看五魂殿 和蓝电霸王龙家族的气息 貌似这株九星玄草 他们是在必得 你来决定吧 接下来的拍卖 真是越来越棘手了 五千万金魂币一次 五千万金魂币两次 五千万金魂币三次 现在我宣布 这株九星玄草的得主 蓝电霸王龙家族 最后一件拍品 没有想到星斗拍卖阁 竟然连魂骨都拿出来拍卖 有些太猴哼了吧 好家伙 真的是十万年魂骨的气息 这星斗拍卖阁 究竟是什么来头呢 竟然拿出这么罕见的魂骨 你敢信 我超越到斗罗师傅 我尝评神级拍卖戏 99级超级斗罗 最后一件拍品 魂骨对于斗罗大陆魂师而言 简直是极其罕见的存在 大部分的魂师 就算是最普通的百年魂骨 终其一生 也不见得能得到一块 这块十万年魂骨 简直不是金魂币能够衡量的 星斗拍卖阁 这是要做什么呢 星斗拍卖阁 有什么目的 不用关系 当务之急 争取将这块十万年魂骨拍卖下来 可惜我们这次带来的 金魂币不够多 不知道是否能够成功地拍下 这块十万年魂骨呢 十万年魂骨 无论用任何手段 必须将这块十万年魂骨拍卖下来 是啊 教皇名下 这块魂骨来自一只十万年魂兽 火灵天狼的幽比魂骨 十万年魂骨的价值 就不用多说了 它不仅能够大幅度提升魂师的魂力等级 还可以带来两个顶尖的十万年魂骨技能 起开价格 三千万金魂币 五千万金魂币 六千万金魂币 完了 早知道就不拍卖那株九星全层 这一刻的预言正开始期待下一次的开门 那个时候 他必然带来整个蓝殿霸王龙家族所有的钱财 叫皇名下 不知道接下来应该如何加价 看来七宝琉璃宗带来的金魂币不少呀 喊出八千万金魂币 成本与否 看天意了 八千万金魂币 五魂殿这次果然带来了足够的金魂币 看来这块十万年魂骨 对我们七宝琉璃宗无缘了 有了这一块十万年魂骨 五魂殿的实力必然大增 七宝琉璃宗的处境将会变得更加艰难 既然没有人继续加价 那这块十万年魂骨就归五魂殿所有 这一次拍卖会到此结束 感谢各大势力在百忙之中 抽出时间来参加我们星斗拍卖阁的拍卖会 下一次举行拍卖会的时间在一个月后 结束了吗 这段时间收集金魂币 千万不能错过下次 总测到宿主这场拍卖获得的金魂币数量 自动转化为拍卖点 一万三千四百 那你系统你没有搞错吧 这么多金魂币仅仅兑换了一万多的拍卖点 没有错 系统兑换比例一万比一 只是可惜 那块十万年魂骨仅仅拍卖出了八千万金魂币 太亏了 鉴于宿主首次拥有拍卖点免费开启 系统帮我筛选出关于豆罗大陆卫面的质保 豆罗大陆卫面百万年魂骨 随机售价拍卖点 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点 百万年魂环 随机售价拍卖点 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点 神次魂环 极限十万年 售价拍卖点 五百九十九点 可成长逢环 极限未知 售价拍卖点 五千九百九十九点 起罗玉金香 售价拍卖点 八百九十九点 没有想到 连豆罗二以及后续的东西都出来了 这下有意思了 下个月该拿出什么进行拍卖呢 看官老爷们 你们定 对了 系统 我的五魂大礼包呢 恭喜宿主 成功完成了第一场拍卖 奖励五魂大礼包一份 检测到宿主运气大爆发 获得混沌级双生五魂 真我五魂 即时通法则五魂 系统 混沌级别的五魂 属于什么级别呢 陆罗大陆最高的五魂等级 乃是神级五魂 而混沌级五魂 又远远高于神级五魂 至于高出几个层次 还需要宿主自行探索 系统 帮我融合这两个五魂 同时兑换两枚可成长魂环 不错不错 不愧是天地间最神秘的时空之力 九悠 你跟我前往一趟冰火两一眼 都挪过来 让唐三连灰都看不到 你敢信 拥有神级拍卖系统 到底有多强 九十九级极限斗罗当小弟 十万年魂兽看大门 百万年魂环 魂鼓拍着完 神卫魂灵当白菜送 你们是什么人 为何打过设想人家人 你就是独孤伯 小子你是谁 为何知道老夫的名号 既然你是独孤伯 那就好办 从今日起 这片山谷归我们星斗拍卖个所属 不知道你有没有意见 此地乃是老夫的领地 我不管你们星斗拍卖个是何方神圣 趁早离开这 否则休怪我不客气 哦 是吗 希望你接下来还能够如此应景 九幽让他体验一下社会的险恶 住手不要再打了 这片山谷给你们星斗拍卖个 老夫这就走 想走 没门 从今以后 你就是星斗拍卖个的人了 这一颗独单 就当你入阁的礼物吧 九幽为他吃下 你是魔鬼吗 别一副没见过师妹的样子 送给你的独单 只是最低级的东西 如果你以后做的事情令我满意的话 甚至让你突破神奇 也不在话下 我先将成熟的仙草带走 你还是像往常一样 住手在冰火两一夜 记住任何人都不得踏入其中 尤其是一个叫唐三的 教皇脸下 你说的是真的 星斗拍卖个 真的拿出了一块十万年魂谷 进行拍卖 教皇脸下说的没错 我和老鬼当时也在场 大块十万年魂谷 这是被教皇脸下拍卖下来了 这星斗拍卖阁究竟来自何方 为什么拥有如此大的手柄 连斗罗大陆顶尖的质保 十万年魂谷都拿出来拍卖 简直毫无人性 总的来说 星斗拍卖阁极其不简单 虽然这一次 他们只拿出了三样东西 但无疑不是斗罗大陆顶尖的质保 要说这一次 也算是我们运气比较好 才侥幸将这块十万年魂谷 拿了下来 教皇脸下 不知道一个月后 星斗拍卖阁再次举行拍卖会 我们能否能够前往呢 对于这次拍卖 你们怎么看 大功夫 我觉得我们下个月 最好前往一趟星斗拍卖阁 见识一下他们真正的底约 十万年魂谷可是极其珍贵 就连我们身上都没有这等魂谷 而比比东那个女人 得到了一块十万年魂谷 其实力必然远远超过我们 我们不能坐以待比 光灵清朗 这次的任务就交给你们两人 你们切记要将星斗拍卖阁 真正的底纹 给我探查清楚 你确定这些消息属实 提禀宗主 所言非虚 如今在星斗拍卖阁发生的大事 已经传遍了整个陡落大陆 相信过不了几天的时间 几乎每个人都会得知这件事情 二长老 你就从宗门中的弟子挑选两人 和你一同前往星斗拍卖阁 此时再不参与 或许我们浩天宗就真的没落了 大陆风云见起 各大势力开始陷入到一阵瓶颈之中 真正参加过第一场拍卖会的人 纷纷开始收敛 整个势力大量的金魂币 一个月后的拍卖会 各大势力绝不允许其他珍宝 再从他们的手中溜足 玄霜 今天来的势力 其中的封号斗罗数量绝对不少 所以这场拍卖会 还是以上一次的为标准 任何捣乱者不必留守 放心吧 阁主 这次拍卖会一定会让你满意 系统 拍卖会继续继续下去 斗罗大陆金魂币 总有一天会消耗一空 不知道你有什么办法 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呢 任于宿主身处斗罗大陆魂面 此魂面又以魂力 武魂为主 本系统建议使用魂金 代替金魂币 魂金 对啊 我居然没有想到 完全可以类比修仙魂面的零食 这样就可以大大的改变 斗罗大陆如此落后的交易方式 说不定魂金的出现 能够造就许多强大的魂师 魂金的凝聚方法 售价一万拍卖点 我去系统 魂金的凝聚方法 怎么卖得这么贵 宿主不要做警官天 魂金的凝聚方法 完全可以改变 斗罗大陆如今的时代 迈向一个更高层次的修炼时代 当然宿主如果彻底 将此方法普遍斗罗大陆 或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那魂金和拍卖点的 兑换比例是多少呢 魂金与拍卖点的 兑换比例为1比1 这买卖划算 干嘛 欢迎各位来参加 新斗拍卖阁举行的拍卖会 从现在起 拍卖会正式开始 这条魂金买是 一块五万年魂骨 来自一只顶级的 B属性魂兽冰玉蓝鸟的 头部魂骨 价值不言而 预期拍价格 五千万金魂币 我去新斗拍卖阁 一上来就拿了一块 五万多年的魂骨 进行拍卖 真是财大气足 我真的好期待 后续的拍卖品 根据上一次拍卖 越往后的拍卖品 越珍贵 这块五万年魂骨 出现的那一刻起 几乎所有人 都没有办法保持战定 在场的所有魂市中 又有几个人身上 拥有一块魂骨 恐怕连千年魂骨 都没有 五千万金魂币 怎么 你中意这块魂骨吗 没错 它很适合我 就这样 随着时间的流势 各大势力之间 开始纷纷竞争 最快五万年魂骨 九千万金魂币 院长 这块魂骨的价格 飙升到了九千万金魂币 已经远远超过了 我们的预算 还继续下去吗 罢了 这块魂骨就让给他吧 经过我的感知 那间包厢里 必然存在着 封号斗罗级别的强者 即使拍卖到手 恐怕也没有命 将魂骨带回天水学院 既然没有人争夺这块魂骨 那这块五万年兵属性魂骨 就归九号包厢所有 有意思 你们知道 九号包厢里面 是什么人吗 谈查不到 每个包厢外面 仿佛有一个静置 让我们的精神力 根本无法讨入包厢 好了 接下来是第二件拍卖品 这是什么东西 一颗圆球 莫非有什么玄机之处 这颗红色圆球 应该不简单 周围竟然有一种 无法参透的气息 星斗拍卖阁 拿出来的拍卖品 必然十分珍贵 众所周知 魂尸每提升时机魂力 必须要吸收一枚魂环 当然 斗罗大陆 获取魂环的方法 并不仅仅只有猎杀魂兽 才能得到 而面前的红色圆球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也算是一枚魂环 神刺魂环 我们星斗拍卖阁的 第二件拍卖品 就是这颗圆球 名为神刺魂环 只要你的身体强度 足够强大 你完全可以凭借 这枚神刺魂环 得到一枚十万年魂环 首拍价格八千万金魂币 这怎么可能 这星斗拍卖阁的背后 究竟是什么人 连这等东西都拿出来拍卖 在传的人中 唯一清楚 这枚神刺魂环价值的只有我 我如今正在参加神考 自然吸收过神刺魂环 像黄米夏 南波城这枚神刺魂环 真的如同他介绍的那样吗 没错 这一切都是真的 无论付出怎样的代价 这枚神刺魂环给我拿下 一亿金魂币 一亿五千万金魂币 你说那个女人 出这么高的价格 拍卖这个叫做神刺魂环的东西 有什么目的呢 看来我们还是想看了 星斗拍卖阁 这枚神刺魂环 也许真的能够将其转化 为一枚真正的十万年魂环 三亿金魂币 方知算了吧 留足够的金魂币 等待接下来的拍卖品 况且我们无法确定 这枚神刺魂环 是否真的如同星斗拍卖阁 介绍的那样 剑书听你的 既然没有人继续加价 那这枚神刺魂环 最终由一号包厢拍得 总算是将这枚神刺魂环 拿下了 又捡了个漏 你们并不知道 神刺魂环有多么强大 检测到宿主的财富值 积累到五亿以上 不达成小有财富的成就 本系统赠送一次十连抽机会 增加千倍的暴击几率 抽奖机会 系统 这个功能 你为什么没有告诉我呢 本系统的一切功能 由宿主自行发掘 自神级商店启动后 抽奖功能一直处于神级商店中 只不过宿主没有发现罢了 系统开始十连抽 恭喜宿主抽到 一万张普通A4纸 一张召唤卡 男款羽绒服 无敌领域 唐门心法 神天宫 一张魂力提升卡 十枚神刺魂环 十万年冰天玄女魂灵 凤凰牌自行车 一张魂力浓度百倍卡 发了发了 我运气这么逆天 竟然抽到了这么多的宝贝 接下来看第三件拍卖品 一万年的翡翠天鹅魂灵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魂灵也是划时代的一种魂环 因此这个一万年的翡翠天鹅魂灵 首拍价 三千万金魂币 这是卖鸟吗 四千万金魂币 院长 我们花四千万金魂币 拍下这一个一万年的翡翠天鹅魂灵 真的值得吗 你看都没有人拍啊 我相信星斗拍卖阁 不会拿一个虚假的魂灵 来敷衍我们 何况这是第三个拍品 既然没有人进拍 那么这个魂灵 就归十号包厢了 不知道你们是否愿意 当着所有魂师的面 吸收这个一万年的魂灵呢 既然您都发话了 我们植物学院当然愿意 可是我们没有能吸收 万年魂环的人呢 这个你不用担心 我可以帮助他 成功吸收这个万年魂灵 不会受任何的损伤 当然这算是你们植物学院 为我们星斗拍卖阁 做宣传的报酬 青木你去吧 这是你的机缘 要把握住 怎么可能 看走眼了 如果给荣荣拍下来 说不定第二魂环 就是万年啊 万年第四魂 除了原著中的唐三 貌似普通势力中的魂师 并没有人能够达到 你们也看清楚了 魂灵和普通猎杀魂兽 吸收的魂环 几乎没有任何区别 万年级别的翡翠天鹅魂灵 可以附加三个魂环 也就是说 等到这名女子的魂力 突破魂王 魂帝时 将会自动诞生出 两枚最佳配置魂环 并不需要再次猎杀魂兽 他刚才说这个是了吗 好了 刚才一个小插曲过去了 这一次拍卖会 只有这一个魂灵 如果你们想后续拍卖魂灵 只能等待后面的拍卖会了 请看下一件拍屏 经过激烈的角逐 第五件拍屏 启罗玉金香 最终不负众望的 被七宝琉璃宗顺利拍下 不错 不白让我费心 为你们准备这一株仙 原株中的柠檬龙 正是吃下了起锣玉金香 使得五魂进化成九宝琉璃塔 看来日后想办法 多兑换点这株仙草 让七宝琉璃宗全员进化 那场面 风筝 要不我们现在回去 让你将这株起锣玉金香 吸收完毕 不了 这株起锣玉金香 还是留给荣荣吧 相比于我 荣荣更加需要这株顶级仙草 稍后 阁主会将魂金 具体的凝聚方法 传遍整个斗罗大陆 从下一次拍卖会开始 交易的货币 就从金魂币 改为魂金 为了加速凝聚魂金的速度 这本玄天宫修炼法 阁主特意送于你们 这本玄天宫 居然比我们宗门传承的 七宝明想法 还要高出几个层次 如果能够突破 玄天宫地势层 岂不是能够踏入斗罗大陆 至今未曾有人触及的神级领域 不愧是新斗拍卖阁 连着等神物都能拿出来送人 嘿嘿 唐三 经过惊喜 意不意外 等你们离开之后 本座将送斗罗大陆 对中惊天造化 希望各大势力能够把卧主 羡慕错过 召唤卡 召唤诸天万界的强者 为宿主宿 检测到宿主成功召唤 斗罗中的美杜莎女王 转化为魂力等级 99级极限斗罗 卧槽 这是美杜莎女王 参见阁主 美杜莎女王 欢迎你来到斗罗大陆 你先去四处转转 浏览下大陆昏光 我这暂时没有安排 系统 你确定无敌领域 真的有如此逆天的威力吗 没错 无敌领域主打的 就是无敌二字 只要宿主身处星斗拍卖阁之内 你就是天地间最强的男人 如何 你们两人从星斗拍卖阁中 判查出什么东西了吧 启禀大供奉 星斗拍卖阁确实令人出乎意料 他们的体验十分深厚 以及神秘 而且据我感知 你没有听错 那个金字圆球真的叫做神刺魂环 星斗拍卖阁怎么使得 将神刺魂环拿出来拍卖呢 爸爸 见爷爷 古爷爷 你们喊我回来有什么事吗 荣荣 你终于回来了 赶快将这株仙草扶下 让我们一起见证 我们七宝琉璃宗未来的会 九层 星斗拍卖阁果然成不起我 没有想到这一株启罗玉金香 居然真的能够十五昏 进化为传说中的九宝琉璃塔 对了荣荣 这是玄天宫 一门顶级冥想星法 从今往后 你就转修这本玄天宫 这本星法 我能和史莱克的伙伴们一起修炼吗 当然可以 现在全大陆估计都在修炼这本星法 歌主 不知道你找我们有什么事情吗 主要感谢你们守护星斗拍卖阁的这两次拍卖会 这两颗魂兽单算是奖励给你们的宝贝 多谢歌主 接下来有一场机缘 需要你们立刻把握住 稍后我会利用无上之力 提升斗罗大陆整体的魂力能够 到时候整个星斗拍卖阁内部 必然爆发出一股惊天的魂力 你们要趁机吸收这些魂力 对于你们自身血脉提纯 以及魂兽年限增长 有着难以言喻的好处 希望你们把握住这次机会 你管我来自哪个势力 打还是不打 这魂环配置怎么可能 你们一而在 戴尔三的阻拦本作 现在还这么多废话 真是找死 你们先退下 看来阁下是打算不死不休了 地西魂迹 天醒真生 心疼爱 你成功惹了本姑奶奶了 去 没意思 就你这实力 也想出手狼王 真不知道是谁给你的勇气 这位免下 很抱歉 这次是我们五魂殿的错误 还请见谅 打共索 要不要我们查一下那名女子 不用了 万一被她察觉了 岂不是又要招惹一些 不必要的事端 怎么回事 生这么大气 还不是五魂殿的老家伙 下次如果你再碰到这样的情况 直接将他们杀了即可 不用担心什么后顾之忧 懂了 如果你没有什么事情的话 接下来这段时间 待在星斗拍卖阁内 送你们一场惊天机缘 切记不可错过 好的 系统使用魂力浓度 提升百贝卡 魂力浓度提升百贝卡 提升斗罗大陆 魂力百贝 从此 斗罗大陆封号 斗罗多如狗 极限斗罗满地走 注意 释放百贝卡的一瞬间 会产生造化之力 此乃成神契机 请把握此机缘 二鸣 可请搜的机缘来了 快努力吸收魂力 叫黄冥夏 不知道星斗拍卖 德所说的机缘 到底是什么呢 我也不知道 不过我心里有一种预感 如果我们五魂殿 能够把握住这一次机会 实力必然会突破猛进 对于未来我们五魂殿 一同抖罗大陆 将会十分有力 不得不说 全天功不愧是 顶级的冥想心法 通过它修炼一天的时间 足以抵了我原来 一个月的修炼时间 为何天地间的灵气 如此暴露 这是 南部城 所有五魂殿的人员 立即放下手中的钥匙 全部给我盘戏坐下 开始修炼 这是一场天地间的机缘所在 方语 好像星斗胎麦阁 说的机缘来了 剑书 快快通知门内弟子 切勿错过 老子终于突破到封号斗罗了 什么 双生五魂 先天满魂力 果然魂村要发达了 此时的斗罗大陆 皆因此次变得 发生着巨大的远变 终于达到魂王级别了 看来这一次的魂力浓度提升 所有人应该都得到了一些好处 不知道美杜莎和九优 能不能冲击本集 大不了日后给他们兑换俩神位 你甘信 我穿越到斗罗世界 绑定神级开卖系统 九十九级超级斗罗 有能小弟 大名二名 被我抓来看他 魂骨 魂环 武魂 剑草 功法 神位等等 世间万物皆可拍 容若 不知道你突然回家 是有什么事情吗 我父亲突然喊我回家 把从新斗阁带回来的冥想心法 全天宫拿给我修炼 我给你们说 这本冥想心法 可是斗罗大陆最顶级的冥想心法 应该没有哪个冥想心法 能与之相比 或许过不了多久 就会传遍整个斗罗大陆 我立刻从父亲那里拿来送给你们修炼 这样以后 我们就不用落后其他回事了 容若 你说什么 这本冥想心法叫做玄天宫 嗯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自从来到斗罗大陆后 对于陶门心法 一直是我最深处的秘密 就连父亲都不曾知道玄天宫的存在 可是新斗拍卖歌 究竟是怎么知道玄天宫的呢 怎么了 三哥 这本玄天宫有什么问题吗 没有 只是为这本玄天宫感觉到惊讶而已 欢迎各位来参加星斗阁举行的第三次拍卖会 第一件拍卖品 十万年级别的魂灵 星斗阁还是一如既往的大手笔 十万年的魂灵居然拿出来拍卖 简直太好横了 不对 应该不是雪地 毕竟这个魂灵的具体年限仅仅只有十万年 那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 是否要将冰天玄女的魂灵拍卖下来 意气上 将它抢回去 如果真的能够参悟其中的奥命 或许我们魂兽异族的命运将会因此改变 三四 时空一转 这怎么可能 这究竟是什么手段 莫非来自神界 教皇面下 刚才发生了什么 聂尔等修行同意 冒犯星斗阁 剥夺你们两只凶兽十万年的凶兽名限 作为这次的惩罚 如若再犯 非非烟灭 这我的魂首延限竟然真的烧了十万 你这怎么可能 老大怎么办 就连主唱也没有这等能力 难道星斗阁有一位神 我等之痛 还望面下饶恕我等的路吗 刚才只是小插曲 我们拍卖会继续 对于这个十万年级别的冰天玄女魂灵 我也不用做过多的解释 相信你们知道 十万年级别的魂灵 究竟意味着什么 此次拍卖会 更改拍卖规则 请各位报出心理价位 最接近此处隐藏价位者得 这想斗阁也太会玩了 这样一来 太考验眼力和运气了 很有可能让一些小事力减了 教皇面下 我们要不要出价 拿下这门十万年级别的魂灵呢 出三万魂金试试 星斗拍卖阁后续的拍卖品 肯定十分的不简单 我们必须要留有充足的魂金 来参与之后的拍卖 四万魂金 这个魂灵的价格应该在这附近 就这样 大家在尝试中不断改价 最终花落谁家 让我们拭目以待 九优将价格改到四万魂金吧 毕竟我刚抹去了人家十万年修为 而且魂灵可是改变 斗罗大陆魂兽命运的关键一环 就给这个兽神一个机会吧 好的 合主 出价结束 下面揭晓隐藏价位 恭喜二十号包厢 这是什么 关锁吗 此物名为魁蕾 以魂金催动 最高可爆发出极限斗罗的实力 什么 我没听错吧 这个魁蕾能够爆发出极限斗罗级别的战力 这怎么可能呢 拿下他 你敢信 我探阅到斗罗事件 保护神级开卖系统 九十九级超级斗罗 有了小弟 大名二名被我抓来看他 魂骨 魂环 五魂 天草 功法 神卫等等 世间万物皆可派 这个极限斗罗级别的傀儡 让在场众人吃了 疯狂啊 要知道如今 斗罗大陆的 极限斗罗强者也才四位 更何况 傀儡可是不死不灭 极限斗罗敢拼命吗 九幽 改成十万魂金 给比比东法 正好加快一下五魂殿 统一大陆的时间 出架结束 请看隐藏价位 五魂殿出架 与隐藏价位一致 拍得极限斗罗傀儡 五魂殿获得了这个傀儡 实力必然更加强大 还有其他实力生存的地方 接下来请看 我们星斗拍卖阁的 压轴拍卖品 众所周知 斗罗大陆有一种军事天才 名为双生五魂 双生五魂拥有者 在未来不夭者的前提下 必然能成为一名 威震斗罗大陆的魂师 怎么可能呢 星斗拍卖阁 竟然连这样的东西 都能够拿出来 叫红面下 名字盲啊 莫非你知道 这件压轴拍卖品是什么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 这颗圆球里面的物品 极有可能是五魂 什么 今天我们星斗拍卖阁的 最后一件压轴拍卖品 就是这颗圆球中的事物 名为黑暗之恋 相信你们非常好奇 它究竟是什么 没错 它是一个顶级五魂 具有控制系 以及强攻系双系的五魂 这我没有听错吧 这颗圆球中的东西 是五魂 放心 星斗阁出品 避暑精品 你们吸收了这个五魂之后 可就是双生五魂的拥有者了 现在竞拍开始 价高者得 起拍价格六万魂金 阁主 这个五魂不按相操作了吗 没想好给谁 就让他们自己竞争吧 如果得到了这一个顶级五魂 将其吸收 那我未来有很大机率 可以晋升为封号斗罗 对于这样的诱惑 我不可能拒绝 好 那我们就倾其所有 也要拍下来 十万魂金 这一刻 比比东已经迫不及待地 想要得到这个五魂 它已经是双生五魂了 如果得到这个顶级五魂 它将成为斗罗大陆 有史以来的第一位三生五魂 20万魂金 S 真是太可恶了 要不是我之前拍下的那个傀儡 怎么会魂金不够了 既然没有人继续加价 那这一次拍卖会的压轴拍品 就归8号包厢所有 本次拍卖会到此结束 从今天开始 本作将开放魂灵盒 出售十万年以下的绝戏魂灵 具体魂灵盒位置 请各位自行看 现于全大陆斗魂大赛即将开始 本作决定拿出了 十万年魂灵 魂灵 神赐魂魂 各三套奖励冠军得主 还请魂灵盒位传达 豆腐大赛结束后 将开启新的力竞 进行期 这也太豪横了 好期待这次大赛的冠军啊 一下子就能成为四胜无魂啊 新斗哥你们还去看大门呢 院长 你看那是什么 奇怪 我记得今天早上来的时候 还没有这座阁楼呀 院长 莫非这座阁楼 是售卖魂灵的地方 不要被眼前的场景所迷惑 魂灵怎么可能在那座阁楼里呢 院长 要不要我们进去看一看 万一真的出售魂灵 那我们岂不是赚大了 大了 既然如此 那我们进去一探究竟 欢迎你们来到魂灵阁 你们三人算是魂灵阁 开业之后的第一批客人 什么 这里真的售卖魂灵 当然 只要你出得起魂精 我能帮助你吸收最高九万九千年魂灵 我们身上只有五千魂精 不知道能否找到 适合他们两人的千年级别的魂灵吗 达到第三枚魂环的年限即可 没问题 你赶信 我超越到斗罗世界 绑定神体开卖系统 九十九级超级斗罗 我能想定 大名二名 被我抓来看待 魂骨 魂环 武魂 天草 功法 神卫等等 世间万物皆可派 这就是我为你们两人挑选出来的魂灵 分别为五万年的冰皇魂灵 和六万年的兵级天虎魂灵 正好这两个魂灵 和你们的武魂很匹配 作为第三魂环 应该够用吧 可是我们只有五千魂精呀 我可以五千魂精卖给你们 但是有一个要求 如果做不到 我会将魂灵收回 还请阁主说明 对于第三魂环 就吸收五万年以上的你们来说很简单 全大陆斗魂大赛预选赛 如果遇到史莱克战队 必须将他们淘汰出局 史莱克战队 没听说过呀 富贵显中求 阁主我们答应你了 好 我帮你们吸收吧 预计融合完毕 你们两个也能达到魂王境界了 这就是星斗阁 我倒要看看 你们凭什么将我的玄天宫擅自传播 这位小兄弟 我看你跟古奇家 这里有一个九万年魂灵和你有缘 要不要尝试融合进你的魂环里 只需要一千魂精哦 我果然是天命之子 就连来星斗阁找麻烦都能遇到机缘 这唐三莫不是有大病 不要坑你啊 你在那傻笑什么 阁下此话当真 星斗阁的幸运 说出去的自然不会收回 但是只限于你自己使用 同时吸收魂灵出现的一切问题 自己承担 成交 系统使用召唤卡 欢迎来到斗罗大陆 从今天开始 魂灵阁就交给你打理了 参见阁主 队长你快去就三哥了 他这是干的什么 你们谁知道 他回来说要吸收什么魂灵 就成了现在这样 魂灵哪来的魂灵 哦 不知道 不甘心 我可是天命之子 一个区区九万年魂灵 怎么能吸收不了 我不甘心啊 小三好像说过 想去什么星斗阁看看 会不会和星斗阁有关系 你说什么 星斗阁 浩天斗罗 抱歉 我们没有守护好小三的安全 我暂时用魂力 压制住小三体内的伤势 十天之内并没有什么大碍 麻烦你在这几天内 帮我守护一下唐三 我先去办一件事 这星斗阁怎么会有十万年魂兽 看大门呢 不管了 拆了这阁楼就撤 如果顺带抓一只魂兽回去 让他献祭小三 加上蓝银黄觉醒 三个十万年魂化 小三的未来前途无量 第六魂祭 好听 什么人 牛本是出来吃爱一拳 老东西散什么本事 系统 给我兑换一级神之体验卡 找到你了 既然来了 就永远地留在这里吧 神界十五道流 把他送去史莱克吧 你甘信 我穿越到斗罗世界 保护定神体开卖系统 九十九级超级斗罗 有能小弟 大名二名被我抓来看他 魂骨 魂环 五魂 仙草 功法 神尉等等 世间万物皆可派 正当大家为唐三担心时 只见一道身体 伴随婴儿的体哭 出现在了房间中 唐号战场星斗哥 阁主念其修行不已 使用无上神通 让其回路重修 阁主受神经 若儿等在执迷不误 抹杀 星斗哥这牛吹的 我差点都相信了 似是感受到了血脉的呼唤 此时的唐三突然爆发了 我唐三果然是天命之子 竟然跨境界吸收了这个魂灵 还产生了变异 成为了十万年级别的魂灵 魂力整整提升了二十级 小三你这是什么情况 是啊三哥 你怎么一下子 多了两枚十万年火欢 这都是星斗哥自我的机缘 我要好好感谢他们 那个小三你先冷静下 有个事情需要告诉你 那个星斗哥说 你父亲擅闯他们地盘 将你父亲承剑并送了回来 那个婴孩就是你父亲 同时还送了你一部神级功法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冥冥中的血脉感应 使得唐三不得不相信 眼前的婴孩就是唐号 欲练此功 必先自攻 这批邪剑法当真玄妙 我果然是天选之子 有了这部功法 成就封号斗罗指日可待 欲成大事者 当不拘小节 从今日起 向外界宣布唐号袭击星斗哥 三年之内 浩天宗不得参加星斗哥 举行的拍卖会 三年之内不能参加拍卖会 对于浩天宗而言 是毁灭性的打击 或许从此沦落为墨流势力 谁都知道 星斗拍卖阁拿出来的拍卖品 每一件都就是罕见 对了 一个月后的拍卖会 咱们去武魂城 到时他们想必 已经开始了魂师大赛 玄霜 这是神级武魂进化业 对镜组织拍卖会辛苦了 这是给你的奖励 可将你的武魂进化为神级武魂 按照你现在的魂力等级 吸收完毕 大概可以提升至 极限斗罗之上的境界 其他人也一样 问贡献给你们奖励 此话一出 尤其是独自国 瞬间不断定了 教皇殿中 坐在守卫的比比东 为刚才得到的这个消息 感觉到无比震惊 唐浩竟然敢凭借着一己之力 袭击星斗阁 此时的比比公 不得不佩服唐浩的勇气 星斗阁此举 就是为了警告世人 谁要再像唐浩一样 做出这等事情 星斗阁绝对不会善罢甘休 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 约束好武魂殿的魂师 切记不可招惹星斗阁 否则我们武魂殿 最终也会落到 和浩天宗一样的境地 殊不知此时的浩天宗内 一片凄凉 所有人对于唐浩父子的恨意 已达到了顶峰 一个月后 此时的武魂城 正在举办全大陆魂师精英大赛 得知星斗阁要在此地举行拍卖 所有参赛选手费 欢迎各位来参加 今日星斗阁举行的拍卖会 想赢得魂师大赛的冠军吗 想得到我们星斗阁 专门为冠军准备的奖励吗 此次拍卖会的拍品 一定不要错过了 看来他的实力又提升了 这股气势 可能达到了极限斗罗的层次 比比东神色凝重的看向玄霜 难以置信的南南道 谢甲 谢甲 再拖再拖再拖 欢迎各位来参加 今日星斗阁举行的拍卖会 相信这次拍卖会 绝对不会让你们失望 第一件拍卖品 魂力破镜丹 这颗魂力破镜丹 最主要的作用 只要你达到魂王级别 不用这颗丹药 必定能够提升 二十级 没有任何的副作用 毫无屏障的 直接提升到魂圣 拿下此丹药 若是能批量炼池 我们武魂殿的未来大忌 将更有把握 什么是天命之子 走到哪都是惊喜 刚突破魂王 星斗阁又给我送来一份大礼 勉强将我父亲的仇恨拉低了点 小三 如果咱们能拍下此丹药 那么本次大赛的冠军 就是咱们史莱克的 起拍价 一万魂金 就这样 这颗魂力破镜丹的价格 以极快的速度飙升着 但随着价格一路飙升 一些顶尖势力 不得不放弃了这次竞争 毕竟他们每个人的目的 都是为了最后一件拍卖品 一桩和神经五魂有关的机缘 最终这颗魂力破订单 被天水学院 以六万魂金的价格拿下了 从今天起 我就是魂圣了 史莱克战队 五魂殿的天骄们 决赛吓死你们 可恶 没钱就是原罪 天水学院的你们敢抢我机缘 你们一有取死之道 接下来 这个拍品先保留神秘性 全品运气 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们 这里面是一块魂骨 至于年限如何 保密 这算是一个比较新奇的拍卖方式 你们可以称之为盲盒 算是阁主送出的机缘 所以接下来竞争开始 首拍价为三万魂金 盲盒 什么玩意 万一这块魂骨的年限太低 费太多的魂金进行拍卖 那最后岂不是亏了 千道流没有参加过之前的拍卖会 文言深深的皱紧了眉头 看着这件盲盒 大部分的魂师保持了沉默 显然不知道是否该出价竞争 万一赌对了 那他们发了 万一赌错了 他们损失的可是大量的魂金 那么和最后一件拍品 就没有了竞争的机会了 就这样 气氛陷入到了沉默之中 久久没有人愿意出价拍卖 七万魂金 最后一件我肯定竞争不过它 倒不如倾尽所有 搏一搏单车便摩托 听到这个无比逆天的价格后 其他魂师选择了放弃这件拍品的竞争 可恶 败家晚意 当你是天命之子吗 还学人家开盲盒 既然没有人再次加价 那这个盲盒就归神风学院所有 接下来就让我来为你们揭晓 这个盲盒的真面目 这竟是一块十万年的魂骨 来自天雷魔虎的右臂骨 这种魂兽 同时具备风属性和雷属性的力量 让我们恭喜神风学院获得如此宝贝 见到这块魂骨的真面目后 所有魂师都露出了懊恼之色 真是赚大 没有想到竟然是十万年的魂骨 而且还具备着风雷属性 非常适合我的五魂属性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抢我机缘 神风学院你们也有了举子之道 对于神级五魂 我相信大部分魂师并不知道它的存在 但如今的斗罗大陆 确实有人拥有神级五魂 拥有神级五魂者 在未来不咬折的情况下 很容易突破神级 达到斗罗大陆传说中的境界 这次拍卖会的最后一件拍卖品 确实和神级五魂有关 你们绝对不需此行 谢甲 谢甲 千道流原来是你这个老家伙 坏无好事 原来就在刚刚拍卖的最后一件压轴拍品 神级五魂进化业 被千道流以绝对的财力拿下 其目的自然是为了他的宝贝孙女千任学 等到所有魂师离开星斗拍卖阁的时候 只听一道声音传来 原来是去而复返的大供奉千道流 武魂殿千道流求见星斗格格主 他回来无非就是想为千任学 求一个第二武魂 美杜莎 你去告诉他 下一次拍卖会将出现神级五魂 有没有这个机缘 看他自己把握 检测到宿主的拍卖点 累计突破一百万 达成小友名气成就 故开启下一步任务 请宿主带领战队取得魂师大赛冠军 都进过半决赛了 我还怎么参加 这是宿主应该考虑的事情 系统奖励呢 没有奖励 但有惩罚 宿主拿不到冠军 直接抹杀 好好好 是你逼本格主的 届时 我一场一张神职体验卡 直接全部秒了 任务限制 禁止为自身使用 任何星斗伤成的东西 禁止用星斗格名义 将五魂殿施压 围着抹杀 一起毁灭吧 玄霜帮我去给四元素学院传个话 就说星斗格会派一人 参与他们的联合战队 留个主力位置 是 格主 当四元素学院得知此消息时 无不欢欣雀跃 冠军稳了 搭上星斗格的线 未来成为顶级学院 指日可待 是你 你就是卖我们魂灵的 那个服务员吧 众人听到 他只是一个卖魂灵的服务人员 顿时失望 但是一想到 他是星斗格的人 也不敢发作 真是太感谢你 为我和姐姐提供的魂灵了 姐姐现在已经是魂胜了 这次比赛 姐照着你 小叔被这小姑娘说的瞬间论了 大家准备的礼物 这是星斗格 为大家准备的见面礼 一人一颗魂力丹 随即提升 零至二十级魂力 具体能提升多少修为 看你们造化了 哇哦 不错呀 狗系统 你不让我给自己用商城物品 我还不能给队友用吗 脚样 就这还跟我斗 星斗格果然名不虚传 你这个朋友 我封笑天交定了 明天决赛就正式开始 谁也不知道明天的对手会是谁 你们快回去服用魂力丹 看看谁能运气爆棚 突破到瓶颈没有魂环的来找我 再送一颗神刺魂环 这是你们的机缘 把握住了哦 至于我 我就躺平了 放心吧小叔 只要资源充足 保你躺到冠军 此刻所有人的士气空前高涨 对冠军充满了期待 经过一晚上的吸收 此时的四元素战队 皆发生脱胎矿谷般变化 队长风啸天 六十级强攻系魂帝 副队长学武 七十九级控制系魂胜 队员火舞 火无双 水冰 玉天心 皆是五十级以上魂王 打将游选手 想输 本级不详 恭喜进入决赛的四支战队 能够走到今天 对于每一个人 都是一种荣耀象征 比赛正式开始 我请史莱克战队 及四元素学院 你们不用出手 就他们七个 我一人足矣 此时的唐三 自从学会了 辟邪剑法后 五十三级的他 越发的膨胀了 一分钟解决战斗 奖励你们每人十万年魂骨愉快 听到小叔的战前动员 所有人跟打了鸡血一样 祖老大这么豪爽 那我们去支不空了 兄弟们开五魂 谢甲 谢甲 我让你谢甲 你没有听见吗 小三 把你那绚烂的红色魂环 给他们看看 对对对 让他们见识下 什么是十万年 第四第五魂环 一二三四五六七 卧槽 带带带老大 快看对面 魂魂圣朗还有魂帝 怎么可能 我都没有到达魂圣修尾 他们怎么可能 假的 肯定是假的 太不可思议了 他们才不到二十岁啊 看来此次冠军 与我们五魂叮无缘了 此刻所有人都目瞪口呆的 看着四元素战队 要知道 他们在淘汰赛时 最高的也才五十级左右的修为 这才过了一个晚上 怎么就全部脱胎换骨 才怕可以开始了吗 四世从震惊中回过神来 主持人在众人的期待中 拉开了决赛第一场帷幕 第七魂祭 五魂真身 第六魂祭 万里冰封 在众人以为比赛结束了时 突然一道声音 伴随着冰块碎裂的声音 你们以为这就结束了吗 简直太天真了 突然之间 众人几个人有朋友 一场粉红色的雾 是一闪纷纷中毒倒入 只见唐三手捏蓝花指 脚下缓缓升起五眉魂魂 那红色第四第五魂魂 此时闪着妖艳的光 魂生也不过如此 我 辟邪剑法吗 你怎么知道 该死 此人已有取死之道 断然不能让别人知道 我已自攻 念在你卖我魂灵的份上 跪下磕三个头 饶你不死 你还真是天命之子啊 月即吸收九万年魂灵 都能让你进化成十万年的 不过你确定要这么做吗 三哥 星斗阁的人我们惹不起 让他们认输就行了 小子 看在小五的面子上 找你一次 赶紧带着你的战队滚下去吧 你不知道反派死于话多吗 还打不打 不打的话 你们可以走了 那只兔子 我一会去找你 还真是星斗阁的手笔 不过这个唐三 真是妖孽 决斗罗 不能拉拢他的话 你知道怎么做 蜀家明白 就这样 所有势力都心思各异 无一例外 他们都被眼前的这几个少年惊艳打 叔老大 我们错了 不该轻敌的 无妨 不是你们轻敌 是你们太弱了 不要小看唐三 他可是天命之子 你们四个魂王 一人一颗魂力破镜丹 学武和笑天 这是神魂丹 服用后 可对魂力和精神力进行升华 这两套十万年魂骨 你们俩全部吸收了 应该能突破这封号斗罗 不到二十岁的 封号斗罗和魂胜 大大的惊喜 此刻 次元素学院的几位天之骄子 被星斗阁的手段震惊了 他们此时的心情 已经不能用激动来形容了 他们只想快些结束比赛 然后加入星斗阁 哪怕看大门也行吗 蟹甲 蟹甲 我让你蟹甲 你没有听见吗 按照唐三现在的实力 五魂殿站队一个照面就全躺了 怎么能让他们提升一下魂力呢 我也不好 直接去送丹药吧 检测到宿主的想法 开启 心愿模板 神奇商店中所售卖的东西 来自于诛天乱戒 下有生死人 肉白骨的宝贝 上有摧毁 诛天乱戒的恐怖神器 只要付出足够的代价 便可帮助他人完成心愿 孔子 你真是善解人意啊 就在第二天 一则消息传遍了整个斗罗大陆 正是小叔让玄霜传出去了消息 只要付出一定代价 星斗阁可以满足 斗罗大陆所有魂师的心愿 此时的比比东坐在教皇殿的守卫上 听着橘斗罗得到的这番消息 眼神中闪过一抹光亮 只要付出一定的代价 真的可以满足所有的心愿吗 比比东不确定的南南道 他要做的就是 五魂殿所过之处 所向披靡 势力皆退 小兔子 我还没去找你 你怎么自己送上门来了 你竟然是星斗阁阁主 真的可以完成任何心愿吗 我知道你来此的目的 以及你的心愿是什么 只不过其中的代价 你却无法付得起 看到小叔如此笃定 以及身上虚无缥缈的气息 逐渐相信了小叔的这一句话 这也让小五认识到了 星斗阁的恐怖之处 不过对于小五来说 只要有希望 无论任何代价 他都愿意付出 阁主 你真的可以复活人吗 既然星斗阁向外界宣布 可以完成任何人的心愿 复活已故之人 自然也属于其中的一种心愿 阁主 麻烦你告诉我 这个代价是什么 这个心愿无论如何 我都要完成 我手中有一质宝 名为聚魂灯 可汇聚天下魂魄 只需要死者生前的一样东西 经过长时间的汇聚 不出一年的时间 将会把死者生前的魂魄 凝聚完成 到时候再凭借着一些罕见的质宝 为其重塑肉身即可 三十万魂金 一次使用机会 至于凝聚肉身的质宝 则需一百万魂金 而你 说着 小叔打量的小五 你身上的物品 都是一些不珍贵的东西 如果你还是魂兽之身 倒是能够以你的魂兽本源 作为代价 听到小叔说出 他是魂兽的秘密 小五震惊了 但是随即想到 星斗阁的恐怖之处 也就释然了 阁主 我也去你星斗阁 看大门好不好 扫院子也行 坐暖床丫头也行 你看看需要多久 能凑齐这些魂金呀 天啊 这小兔子也太好忽用了 我还没开口 他就全说完了 恩不错 多了个小女仆 念在你如此孝顺的份上 以后星斗阁所有的杂物 就你收拾了 去 把这个换上 傍晚时分 星斗阁迎来了一位不速之客 身上散发出 皇者般的威严 绝美的面容 却满是深思之色 此人正是从武魂殿前来的比比东 他居然来了 在比比东刚踏入此地的时候 小叔立刻察觉到了 比比东的到来 小叔清楚 比比东的心愿 绝对不会简单 是你 比比东难以置信地惊呼道 他怎么也没有想到 面前的这个少年 竟然是星斗阁的那位神秘阁主 武魂殿教皇 不知道你今日来此的目的是什么呢 我听说你们星斗阁 可以完成所有魂师的愿望 因此我想和星斗阁做一笔交易 只要你能够完成我心中愿望 我愿意付出任何代价 不知你的愿望是什么 一年时间内入伍成神 如今的斗罗大陆 虽然表面上风平浪静 但暗地里却是暗涛汹涌 稍有不慎就会引起不必要的动乱 武魂殿在接下来的局势中 地位将会岌岌可危 为了避免武魂殿走向末路 那就只有一条路 他要尽快地成为真正的神级强者 到时候足以带着武魂殿 统一斗罗大陆 一年之内成为神级强者吗 据我所知 你如今已经正在参加罗刹神的神考 未来成为神级强者 只是时间早晚罢了 比比东听到小叔的这番话后 整个人顿时面露震撼之色 他可从来没有告诉任何人 他正在参加神考 不知道这个心愿 你们星斗阁能否完成呢 为什么不能呢 星斗阁拥有世间的一切东西 别说让你在一年之内成神 就去让你立刻成神的东西 星斗阁也有 只不过其中的代价 你应该付不起 此话当着 谢甲 谢甲 我让你谢甲 你没有听见吗 眼前的这位雍容华贵的女子 正是刚从星斗阁 完成心愿出来的比比东 三月之内 我必成神 看这手里这颗花了他所有积蓄的神单 比比东无比激动的难难道 经过激励的角逐 最终四元素战队 史莱克战队 五魂殿战队成功进入总决赛 今天本场对决的是 五魂殿战队和史莱克战队 甚至进入冠军争夺战 相信大家对星斗阁的冠军奖励 已经垂涎三尺了吧 努力去拼吧 这是我星斗阁对此次冠军的奖励 顶级五魂 十万年魂赢 十万年魂鼓 神赐红黄个三套 究竟花落谁家 让我们瞧手以盼 看着眼前的冠军奖励 所有队员眼睛都直了 以前他们只听说过这些传说中的至宝 今日亲眼所见 那视觉的冲击相当炸裂 见于我星斗阁 有人参加了此次大赛 阁主有令 四元素战队若是得冠 不堪欲奖励分配 阁主另行安排 此言一出 五魂殿战队和史莱克战队的所有人 瞬间沸腾了 一半的几率啊 仿佛奖励已经是他们的囊中之物了 这和送给我有什么区别 五魂殿战队 赫赫 一群喳喳 弹指可面 眼前的五魂殿战队 全员魂帝正是比比东 在星斗阁花费巨资打造的 方方的实力差距很大呀 看来五魂殿没少获费呀 这场战斗恐怕会很惨烈 别忘了唐三又秒杀魂胜的诡异能力 我牵制唐三 田月 那那你们速战速决 大老大 竹青 使用五魂融合剂拖住他们 我先解决了这个长得嚣张的 你弄离关店的人就会跑吗 小赞 看看你的脚架 专门给你准备的大礼 在里面好好享受最后的时光吧 这可是我们从星斗阁花大价钱买来的 封号斗罗以下 别想破开红衣 你们真被敌 一个魂帝对战我这个魂王 竟然使用这伎俩 不不不 你可不是一般的魂王 你可是有秒杀魂胜的实力 我可不傻 再说 谁让我们五魂殿有钱呢 气不气 该结束了 小子 说真的我挺佩服你的 这都能扛住 接下来我看你能扛多久 第五魂祭 此时的唐三深感无力 被困在蜂蜂中的他 除了被动挨揍 一点办法都没有 可恶 又是星斗阁 为什么 为什么 原来打人肉杀包的感觉这么好 小子 你可要再多坚持一会儿啊 没有了唐三支撑的史莱克战队 在胡烈纳 协约两名魂帝的五魂融合纪念前 连反映的机会都没有 进一个照面就被全部击败 我本是一名华夏人 机缘巧克力 想出现这种 学习神机开卖系统 是此垂残的开卦人生开启 哇 恭喜两支战队 记录到决赛 欧武魂帝对于此次的冠军奖励 虽然没有星斗阁扩起 但也是十分丰厚 这三块魂骨 皆是五万年以上的级别 废话不多说 比赛开始吧 怎么说 虽然你没有一个魂神 但是我们全员魂帝 鹿死水手还不一定 这傻货 都交代他了 上来就认输 怎么赢了一场 还打出优越感来了 那边那位可是星斗阁主啊 真想一巴掌呼死他 真是气死我了 你的勇气 很值得我们大家学习 待会别哭 是谁 偷袭我 有本事光明正大的单挑 不逗你们了 兄弟们 开魂环 随着一道道魂环 在四元素战队脚下亮起 全场的空气 似乎都停滞了 才两天的时间 四元素战队的所有人 都提升了二十级以上 封号斗罗 这才两天 你们怎么就封号斗罗了 假的 一定是幻觉 那红色的魂环 是什么鬼 苍天不公啊 怎么还打不打呢 小趴才 那个 免下 我做了 我们认输 简直离了个大骨 不到二十岁 就封号斗罗了 这才几天时间啊 星斗阁也太神秘了 随着比赛的落幕 所有人的目光 再一次聚焦到了 星斗阁的身上 暗暗发誓 不惜一切代价 也要和星斗阁交好 这一天 星斗拍卖阁 再次陷入到了热闹之中 三个月的时间 没有举行拍卖了 多罗大陆魂师 口袋中的魂精数量 绝对数不胜数 小叔要趁着 这次拍卖会的机会 将他们口袋中的魂精 彻底榨干 欢迎各位魂师 来到星斗阁 参加拍卖会 我们星斗阁之前许诺过 这一次拍卖会 绝对不会让你们失望 希望接下来 你们能有一个 愉快的拍卖之旅 拍卖会如火如荼的进行着 其中青蓝神鸟 被古瑞娜拍走 魂兽的顶尖站立 在天忆元大将 涅槃丹 拥有了它 就相当于多了一条生命 被比比东拍走 水元素本源被波赛西拿下 至此 波赛西走上了 自证成神的道路 至于此他人 都拍到了 自己满意的魂魂 神刺魂魂等质宝 接下来介绍 倒数第二件拍卖品 你们见到这个圆球的时候 应该能够猜出 它是什么 没错 这是一个武魂 它的名字叫做 生命古术 乃是陡罗大陆 极其罕见的 治疗系武魂 这个武魂 并不是顶级武魂 而是神级武魂 当玄霜说出 这个生命古术武魂 是神级武魂的时候 在场所有的魂师 目瞪口呆 双目呆滞地盯着 玄霜身前的那颗圆球 眼神中弥漫着 惊骇欲绝 不用等到最后 一件压轴拍卖品 武魂店所有人合力 将这个神级武魂拿下 不能让他落入到 其他势力的手中 是 叫黄免下 青豆拍卖品 你们竟然连 神级武魂都拿得出 古月娜 见到神级武魂出现的时候 眼神中闪过一抹诧异 对于这个神级武魂 古月娜 倒是不怎么在意 她可是 媲美神王级别的强者 即便人类魂师 获得了神级武魂 那又如何 谢甲 谢甲 我让你谢甲 你没有听见吗 今日拍卖会到此结束 接下来 我们星斗拍卖阁 将会推出两个秘境 一个是灵镜 可以帮助魂兽和魂师 提升自身战力 入场费一万魂金一次 另一个是混沌秘境 可以提升自身魂环年限 根据年限不同 售价不同 走吧 让我们会议回击保留黎宗 此时的宁峰智 迫不及待的 想要回到七宝琉宗 原来那件神级武魂 被宁峰智 以二百万魂金的 逆天价格拍得 可在宁峰智身旁的 剑斗罗和古斗罗 一双剑没紧皱 显然察觉到有人跟踪 他将神级武魂拿下后 早就预料到这样的场景 文言只好停留在原地 开始抵抗着来人 民宗主 没有想到 你走得这么快 看我们费一番功夫 才跟上你们的脚步 不知道你们跟着我 没有什么事情吗 宁峰智明了一切 不过还是故作疑惑地询问道 名人不说浪话 我对你手中的神级武魂 十分感兴趣 不如你出一个价格 我们武魂店 将其购买下来 这个神级武魂 对于我们七宝琉璃宗来说 有着很大的作用 是我们无法做的 敬酒不吃吃罚酒 既然你们不主动 交出神级武魂 那就不要怪我们武魂店 手下不留情 老是交出神级武魂 不就好了 非要让我和老鬼动手 第七魂技 武魂真身 第七魂技 武魂真身 第六魂技 武魂龙侠 剑斗罗和古斗罗 见到这一面 丝毫不敢大意 同样施展出武魂真身 古龙所携带的威压 好的情况 凉了而误 举他剑 携带着无尽的电气 吹涌而出 第六魂技 万剑贵宗古龙 放置小剑 时间脱的月久 剑斗罗和古斗罗 两人的状态变得越发强悍 毕竟有孕风靴在一旁 不停的次数 导致这场胜利的天秤 朝着剑斗罗 等人倾斜 比比东 见到这一幕的时候 脸色变得难看起来 他也没有想到 这么短时间没见 剑斗罗和古斗罗的实力 竟然提升到了这种程度 不用想就知道 七宝琉璃宗 从星斗拍卖阁的手中 获得了不少好东西 七宝琉璃宗 我还是小看了你们 比比东冷放一声 随即不屑地 看向前方的剑斗罗 顿时一道紫黑色的光芒 辉映天地 什么怎么可能呢 陈心三人 看着比比东散发出的 超越极限斗罗的气息 惊骇欲绝 凭你们两人的力量 妄图抵挡我 真是知人说梦 谢甲 谢甲 我让你谢甲 你没有听见吗 经过这几个月的时间 比比东 逐渐吸收了一些神丹的力量 距离神级 只差零门一 这下麻烦了 片刻后 宁风至眼神中 闪过睿智的光芒 直到不能再继续隐藏下去 第八魂祭 走天之恋 我不得不承认 你们既保留黎宗的底蕴 确实令人难以想象 可你们也知道 提前暴露实力 对于你们七宝琉璃宗来说 没有任何好处 比比东语气中 毫不掩饰浓郁的杀意 原来刚才 宁风至施展的第二五魂 正是星斗阁之前拍卖的黑暗之恋 剑书 古书 看来我们这一次 确实在劫难逃了 也是时候 动用那一张底牌了 没曾想这一天 来临得这么快 刹那间 宁风至从怀中掏出了一块令牌 用尽全力催动 此时的小书 站在星斗 拍卖阁的门前 眺望远方 眺望的方向 正是比比东几人大战的区域 封号斗罗级别强者 爆发出来的强悍震动 小书第一时间察觉到了这个异动 经过一番思索也就知道了 武魂殿和七宝琉璃宗 之所以引起战斗 恐怕就是因为那个神级武魂吧 这么快就动用这一块令牌了吗 看来比比东这次动争阁了 这张令牌 正是之前宁风至来到星斗阁 许下了一个愿望 希望在七宝琉璃宗危机之际 可以让星斗阁出手一次 化解这场危机 为了这一次出手的机会 宁风至足足付出了三十万魂情 美杜莎 这个麻烦就交给你了 预论魂迹 永恒之窗 什么人 比比东看着眼前被抵消的攻击 脸色变得无比难看 原本他已经抱着十足的决心 想要将宁风至几人除去 可没想到 竟然还真的有人来插手他们之间的战斗 能够轻而易举挡下他的第六魂祭 极限斗罗以下的强者 几乎没有任何可能 是你 莫非你们星斗阁 要插手这场战斗 我曾经记得你们说过 你们星斗阁 不会轻易参加斗罗大陆势力的纷争 可今日此举 又是为什么呢 比比东认出了眼前的这名女子 眼神中闪烁着浓郁的忌惮之色 我们星斗阁说出来的事情 自然不会言而无信 不过这次七宝琉璃宗的危机 由我们化解了 至于星斗拍卖阁 为什么要出手阻止你 击杀宁风至等人 自然是宁风至曾经付出了一定的代价 购买了星斗阁出手一次 今日过后 你们两方势力有何纷争 我们星斗阁绝不插手 既然如此 今日就暂且放过你们 今日过后 就看你们七宝琉璃宗 能否安然无恙地继续存在下去 我们走 我们之间的交易就此结束 欢迎你们再次来到星斗拍卖阁 剑书 这个神级武魂 由你来吸收 到时候咱们再去魂明阁 买个百万年魂灵 或许你的实力 能够达到超越极限斗罗的层次 届时 我们七宝琉璃宗的危难 将会化解 谢甲 谢甲 我让你谢甲 你没有听见吗 吴爷爷 吴爷爷 你要去哪 我要去一个 我本就该去的地方 去那睡觉 就没人打扰了 小荣荣 爷爷走了 吴爷爷 别留下荣荣了 见爷爷 那把你们赞呢 我知道一个市里有神级武魂 从星斗阁拍下的 相信你对这个神级武魂 会十分感兴趣 此话当真 千道流呼吸 顿时急促起来 让小雪服用 那小雪便是 斗罗大陆的第一位 双生神级武魂的拥有者 说说吧 你有什么条件 我只想要你手中的 神级武魂进化液 比比东心中存在着顾虑 毕竟斗罗大陆上 有史以来 可没有一位 三生武魂拥有者 因此他也不敢冒险尝试 可以 我答应你这个条件 他留着神级武魂 进化液的初衷 无非就是想让小雪 获得第二个神级武魂 既然有现成的神级武魂 又何必浪费时间 去等待星斗拍卖阁 拍卖另一个武魂呢 既然神级武魂 被你们吸收了 那么七宝琉璃宗 从今日起将不复存在 第六魂祭 天使圣剑 剑亭 原来是你吸收了神级武魂 但现在看来 你并没有突破 武魂殿所属经历 鸡犬不留 吸收了神级武魂的你 也不过如此 灭我七宝琉璃宗 今日就算生死盗销 只要拉你赔照 是吗 今日我便让你亲眼看着 七宝琉璃宗 飞飞烟灭 那就拿你们武魂殿来填吧 独孤博 你确定要烫这汤浑水 受人之拓 中人之事 废话少说 七宝琉璃宗 今日老富宝 此时的独孤博空前的膨胀 自从加入星斗阁这短短的数月 他也从最弱的封号斗罗 成长到了如今的极限斗罗层次 魂环更是换了配置 那就看看 你凭什么本事说这大话 想不到就连你也达到了这个层次 怪不得敢和我们武魂殿作对 此时的比比东 感觉到了空前的压力 以前都不放在眼里的阿猫阿狗 现在都能和他打得不相上下了 这更坚定了他迅速成神的决心 你不打算出手吗 毕竟七宝琉璃宗 可是大客户 就这么没了 太可惜了 无妨 独孤博走的时候 我特意给他了几张底牌 武魂殿这次注定要失望了 毕竟咱们的目标是把星斗阁 开到诸天万界 大客户还是必要时候保一保的 谢甲 谢甲 我让你谢甲 你没有听见吗 这场闹剧也该结束 我没有时间和你们继续耗下去 这就是神的气息吗 果然天要往我七宝琉璃宗啊 我离开时 祖上赐予我几件法宝 让我保命 赞金月 你们武魂殿七人太甚 自己没实力拍下神级武魂 却来别人终能抢脱 真当你们武魂殿举事无敌样 现在就让你们重新认识 那五星斗阁的实力 这感觉好美妙啊 这就是神的力量 此时的独孤伯 以借助神之一日体验他 成为了陆罗大陆唯一的神 大供奉 那是十个魂环 你看到了吗 而且全是金色的 那是什么年限的 我不眼瞎 想不到星斗阁 真的有神之存在 这还怎么打 那个千道流氏吧 你刚才说什么来着 要让谁灰飞烟灭来着 我忘记了 你提醒我姓 面下 这都是误会 我们这就走 我让你走 众人还没有反应过来 光灵和青鸾两位超级斗罗 就被瞬间抹杀了 这让武魂殿众人压麻呆住 既然你来此是为了神级武魂 怎么能空手而归呢 这样吧 七宝琉璃宗二百万魂金 拍下的神级武魂 我两千万魂金 卖你一个 你没意见吧 回去 阁主肯定夸我会做生意 我真是天才 此时的武魂殿众人 欲哭无泪 真是偷积不成十把米 打碎了牙齿 往杜里咽 只能认栽了 好久没有进行十连抽了 正好趁着独孤伯 这次捞了一笔 看能不能抽出一些顶尖的质宝 那样下个月的拍卖品 就有了着落 系统开始十连抽 恭喜宿主抽到魂环年限提升卡 猪天万界召唤卡 百万年翡翠天鹅头部魂骨 十枚神刺魂环 两瓶五魂融合叶 封号斗罗吉魂力破镜单 是魂骨虫 三生石 一个随机十万年魂灵 一个次元世界小女仆 发了发了 这么多好东西 宿主是否使用 猪天万界召唤卡 希望这一次 能够召唤出顶尖的强者 小叔端详着眼前的 猪天万界召唤卡 充满了期待 是谁在召唤 宿主请做好心理准备 由于这次召唤出来的人物 太过强大 在一定程度上 并不会听命于宿主 天本名黑龙 是神族之主 一封天神王之上 封印中 怎么会呢 竟然将这个狠人召唤出来了 天在五更迹中 就是实力的天花板 没有想到我的运气 如此逆天 竟然将天成功召唤出来了 小叔十分清楚 对于天这种绝世人物 想让他拼命于自己 简直就是不可能 但是 看过五更迹的小叔 自然知道 天的软肋是什么 无非就是他的挚爱 白龙 只要他让白龙成功复活 天绝对不会伤害于他 甚至还可能会拼命于他 这是哪里 他其实并不想离开那个世界 但一想到他目前的困境 在那个世界里 并没有复活之法 于是 他冒险跟随着召唤之感 来到这一个陌生的世界 这里乃是斗罗大陆 星斗拍卖阁 片刻后 小叔将斗罗大陆 这个世界的具体消息 告诉了天 什么 你真的有办法 复活白龙 原本黑龙面无表情的神色 在听到小叔的这句话时 再也没有办法保持弹地 身体因为 好家伙 紧紧爆发的气势 就差点给我星斗格拆了 抱歉 不知道多少万年了 终于听到了 我想听到的那个答案 只要你能帮我复活白龙 今后我就是你星斗格的人 小雪 这个神级武魂 是我们武魂店 几乎倾家荡产换来的 没把它吸收完之前 你哪也不许去了 哪里 看着眼前的神级武魂 仙人雪震惊了 双生神级武魂 真的可以吗 万能的天使神啊 如今斗罗大陆 已存在神之了 您的子民们正在饱受磨难 难道你们神界 不下来管一管吗 洛罗大陆近期所发生的事 我已知晓 千任雪 你很好 早些完成考核吧 雪地 今天是星斗格举行拍卖会的日子 我们去参加一下吧 或许我们能找到突破瓶颈的质宝 知道了 在此之前 我们还是前往生命之湖一趟 询问一下地天等人 星斗格 究竟是何等来历 以免触犯了他们 到时候引来不必要的麻烦 拍卖会进行的异常激烈 每个人都得到了自己想要的拍品 最终谷月娜顺利拍下五魂精化液 雪地拍下至宝冰玉神桌 是魂女虫让宁风至拍下 接下来的这个拍品 我相信你们大家会彻底疯狂的 这张卡片 就是我们这一次拍卖会的第四件拍卖品 名字叫做魂环粘线提升卡 这和你们在混沌秘境中 猎杀魂兽提升魂环的粘线 具有一曲同工的作用 但这张魂环粘线提升卡 却能够提升一位魂狮 身上所有的魂环粘线 刺卡总粘线为八十万年 起拍价格为八十万魂金 院长 我记得咱们这次带了好几百万魂金吧 谢甲 谢甲 我让你谢甲 你没有听见吗 原来就在刚刚 用尽用尽浑身解数 让弗兰德帮他拍下的这个魂环粘线提升卡 弗兰德此时的心都在淌写 接下来最后的压轴拍卖品 并不是一件实物 而是一次机会 一次看透未来的机会 这句话落下的时候 所有魂师一阵哗然 每个人都目瞪口呆地看向玄霜 眼神中充满了一副 你把我们当傻子糊弄了吧 虽然星斗阁很神秘 但看透一个人的未来实在是不可能 就算是当年全盛时期的龙神 也根本看不透未来 否则最后也不至于被五大神王攻击致死 无上 我们要不要拍下这一次机会呢 正好我们可以看一下魂兽的未来如何 不用 在我看来这一次星斗阁有些妄养 帝天文言 只得作罢 教皇免下 我们要不要拍下这次机会 这两年来星斗阁可从MU拼过人 出手 准许将这一次机会拿下 虽然我已认为 看透一个人的未来几乎不可能 但说不定这一次机会是真的呢 30万魂金 时间悠悠 可参与竞拍的事例几乎没有 恭喜五魂殿拍的此次惊天机缘 玄霜看向五魂殿的方向 忽然间 做出了一抹意味深长的笑容 哇哦不错呀 剑书莫飞最后的压轴拍卖品是真的 难不成我真的猜错 既然如此 一护要去见一件星斗阁的阁主 不知道你们五魂殿这一次 想看哪方面的未来 我要看我带领五魂殿 是否统一了大陆 可以 希望你能够心平气和的看完一切 培,愿六魂殿 ニュート 自然 我 求职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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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射 我 我 那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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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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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来之事充满了虚无缥缈之意 和本系统相关的一切全部被本系统隐藏了 即便你三升时的逆天技能 也无法探查出宿主以及星斗拍卖格的存在 唐三 一小刚 比比东以及身后的菊斗罗和鬼斗罗 第一次认识了唐三的天赋强大 没有想到这一个拥有蓝银草武魂的魂师 居然让武魂殿彻底覆灭 我们居然死在了唐三的手中 两人恨不得现在立刻离开星斗阁 去击杀唐三 以免未来真的会重现这一幕 我想请问一下 这个石头所显示出来的画面 在未来几乎是必定发生的事情吗 没错 这些显示的画面就是既定的未来 不过如今有我们星斗拍卖格的存在 已经在很大程度上 干扰了斗罗大陆未来的走向 若你们武魂殿看到未来都不作为的话 这些画面有九成以上的把握 将会再次重现 多谢 欢迎来到我的动画 没跟你转慢 星斗阁 交出你们所有的质保 我可让你们在星斗大森林继续存在 那天难道没告诉你 来我星斗阁撒野的代价吗 天 交给你了 别给弄废了 刚好大明二明现在的实力 有些不够看了 小龙龙 见到老祖还不跪下 你姑奶奶 我就没给人跪过 去死吧 小龙龙 难道你家长辈没告诉你 见到祖宗要下跪吗 您 您是龙神 你可以这么称呼啊 就这样 星斗大森林所有魂兽 成为了星斗阁看大门的 这就是史莱克学院吗 没有想到这一个小小的学院 竟然能够诞生出这么多的神奇 有大量封号斗罗来此 木牌 情况不对 立刻带领大家撤离 我叫剑爷爷 来帮我们抵挡这些强者 剑爷爷现在可是极限斗罗了呢 不知五魂殿诸位勉相 来我史莱克学院 所谓何时 要出唐三和你们奇怪的学院 否则今日学习史莱克 比比东 你不要再执迷不误了 回头是俺了 郭早 真当我不忍心杀你 叫黄勉相 不知道唐三他们 哪里得罪五魂殿 我们愿意付出 一定代价偿还 找出唐三他们 鸡犬不留 是 叫黄勉相 不想死 就在这站好 你们接着跑啊 怎么不跑了 五魂殿众人戏谑的 看着唐三几人 唐三 浩天豆罗之子 罕见的双双五魁悠悠者 我说的对吗 完了 五魂殿 果然知道了我的身份 我断然不会让一个 能够威胁到 五魂殿的存在 继续成长下去 去死吧 有凭你这波菊花 也想欺负我们 七宝琉璃宗的千金 你五魂殿此举 到底所为何事 我五魂殿行事 何须向你们 七宝琉璃宗解释 你们不老实待着 今日还敢来 换我五魂殿好事 我倒要看看 这次还有谁能保住你们 想谁进攻 孙爷爷 箭叔 比比东借助 陈欣被控制住的瞬间 用出了全力 务必将陈欣一击必杀 可是还是小瞧了 陈欣的第二神级武魂 生命之术 神级以下攻击 哪怕再重的伤 也不会瞬间死亡 果然还是小瞧了你 一起上一个不留 向黄明下动不了了 杭三 你可愿意送我的传承 你是谁 我呢 兴罗神 救下我的伙伴们 我答应你 有情有义的小家伙 速去杀戮之都 接受传承吧 这 好恐怖的威严 难道又是星斗阁出手的吗 感受到一股 飞斗大陆的强大气息 看来五魂殿已经动手了 看样子失败了 天命之子哪是那么好杀的 看来不是海神出手 就是修罗神出手了 谢甲 谢甲 我让你谢甲 你没有听见吗 前路漫漫 其修远西 来斗罗两年 今日自正成神 时间不出 空间为王 经过两年的纠络 小叔在西斗的鼓劲下 魂力达到神王层次 有忧 是所有势力 即日起 星斗阁限量推出 神经十枚 极限斗罗破禁单 百万年魂环 魂骨不限量 使用魂金和金魂壁皆可购买 神界既然知道了咱们 那就送他们一份大礼 你说教皇免下 已经成功了吗 为什么这三天呢 密室中的动静越来越小了 我也不清楚 教皇免下半年签一大神迹 按理说 父下从星斗阁买来 可突破这神王境界的神经后 改出关了呀 我常三终于完成修罗神考核 继承修罗神位 星斗哥 武魂殿 我回来了 修罗 你说的是真的 斗罗大陆真的发生了 如此诡异的变化 你们应该知道 这件事情的严重性 或需要不了几年的时间 斗罗大陆的整体实力 可能要超过神界 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 从今日起 允许神之下界 全面压制斗罗大陆 俄主 目前星斗阁所有人 皆是神王至上修为 即使神界开战 咱们也不许 无妨 天一人足矣 这些年 神界的人不断进驻斗罗大陆 上三宗 皆已投靠他们 只有五魂殿还在抵抗 听说最近浩天宗 准备攻打五魂殿了 是的 唐三的修罗神传承 加入了神界联盟 据说已回浩天宗 成为太上宗主 他们收复了天斗帝国 不日将攻打五魂殿 看来我星斗阁 这是搬起石头 砸自己脚了 只要他们不干预我们拍卖 不用搭理他们 这就是你所说的五魂城 是的 毁灭神王滅下 那就让我看看 是什么人值得让我下殿了 比比东 速出来 小子 我不去找你 怎么这么多神之 五魂殿这几人 怎么短短几年时间 全成神了 我可是历经了磨难 才走到今天这一步 他们怎么敢成神 唐三 你来犯我五魂殿 今日就永远留在这里吧 哼 小丫头 难道天使神没告诉你 成神后要低调吗 今日我就帮他教育教育后辈 就你也配称神王 神界真是该换代了 放肆 小丫头老夫 今日就教教你什么叫尊重长辈 什么是神王不可辱 老东西 当我怕你不成 毁灭神王 也不过如此吗 毁灭神王 怎么也没想到 短短几年时间 这下界的蝼蚁 怎么实力能达到 和他势均力敌的地步 小丫头 休要成口蛇之力 蟹甲 蟹甲 我让你蟹甲 你没有听见吗 小家伙 你就这点没卖吗 还是说 浩天宗不给你饭吃 小丫头 待会老夫定家 你错误扬回 老家伙 你也吃我意见试试 老家伙 身为神界神王 你怎么只会跑 此时的毁灭神王 怎么也没想到 一个二十多岁的黄毛丫头 竟然能让他如此狼狈 此时需立即回去 和朱卫神王商计 不能再让陡罗大陆 继续发展下去 不然神界威宇 武魂殿 你们很好 等待神界的怒火吧 我们走 那个三哥 我们走吗 神界的人真不靠谱 还不跑 等人家请咱们吃饭吗 唐三 我武魂殿是你想来就来 想走就走的地方吗 你们想怎样 不怎样 自费修为 抑或是留下你的命 就凭你们 我想跑 我看你们谁能留得住我 追 你们是疯狗吗 紧追不舍的 唐三 看你硬会 嘴还又没有这么硬 唐三 你以为成神就无敌了吗 知道为什么你这么不堪一击吗 这几年没有机会参加新斗阁的拍卖吧 最后看你没走的大路吧 自你梦眼中凋流 这如永恒地 这个威胁算是彻底了极了 额主 唐三陪毁灭神王 前去武魂殿 结果毁灭神王 不敌千刃血 带着七宝琉璃宗 众人跑了 比比东他们围杀唐三 唐三陨落 他打不过千刃血很正常 双神级武魂 全身百万年魂骨 魂环 这些年在咱们这里买的天才地宝不知好几 再打不过毁灭神王 我们星斗阁 岂不是浪得虚明 没带唐三走吗 看来神界也不是铁板易快啊 唐三没死 这下有好戏看了 鬼灭这种时候 还打着你的小酒请 真当我什么都不知道吗 唐三不破不立 这份机缘看来还是你的 羞罗神王 拿出当年龙神隕落后的元神碎片 打入了唐三的身体中 顿时一股恐怖的能量 瞬间冲出了唐三的身体 这感觉 和好 格外的强大 谢甲 谢甲 我让你谢甲 你没有听见吗 邮罗立即召开神界会议 我此次去斗罗大陆 有惊人发现 你的发现难道就是丢下别人 自己跑路吗 唐三 是你 你没有死 我还等着给你收拾呢 怎么会掀你一步 小兔崽子 本神王教教你如何说话 唐唐 唐 唐三 你好狠 毁灭纵有万般的不是 你不该杀他的 好了 事已至此 接下来怎么打算 今日神剑所有神之 听我后令 攻打武魂殿 血洗星斗阁 统一斗罗大陆 即刻出发 嗯 就离你 唐三 你可真是我们 武魂殿的克星了 灰飞烟灭了 还能自活 拜你们所赐 足今的你们在我面前 连蝼蚁都不如 就在刚刚 比比东和千刃雪 两位神王镜联手 竟然在唐三手里 一招都没有撑住 这样比比东 无比的挫败 你想怎样 你武魂殿就因为看了未来 就要将我抹除 很好 今日就让你们好好看看 武魂殿众生在你们面前 陨落的画面 睁大眼睛仔细地看 武魂殿是怎么消失在 陡罗大陆的 该死 我和你拼了 我让你动了吗 老实待着 好好看看你们武魂殿覆面 就这样 武魂殿在神界的进攻下 彻底覆灭 接下来带你们看看 你们所依赖的星斗阁 如何消失的 我很仁慈的 这样也能让你们彻底死心 想不到星斗阁 竟然会有神王级别的神兽 看守大门 怪不得能让 陡罗大陆发展的 超乎我们想象 阁主有令 哪来的回哪去 来星斗阁做买卖 我们欢迎 若是来惹事 透过你们承担不清 告诉你们阁主 念在多次送我机缘的份上 给你们三天时间尘服 如若不然 星斗阁会飞烟灭 既然如此 那就只好把你们抓来 给星斗阁打扫卫生物 王王 这这这这 他就这么把羞罗神王吃了 唐三 你原本是天命之子 前途不可限量 奈何仇恨 湮灭了你谨剩的理智 今日罚你修为竞赛 在星斗阁陪着小五 尽自己过吧 宝子们 大结局了 感谢一直以来的陪伴与支持 咱们下一部动画见 有想看的推荐的小说 评论区留言哦